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介绍请回答业 发言时间五分钟 谢谢主席 本心想先针对建设处这一边 就是关于都市危险 极老就建物 计划的相关补助经费 在109年度完全没有执行的部分 請政策署長可不可以先說明一下這部分 請政策署長 謝謝主席 謝謝吳議員 針對我們這個都市建築物為老的一個重建的一個補助計畫的關係 那我們這個計畫的經費是由中央來做補助 那我們是希望能夠透過每一盒這個民間 來申請我們這個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的重建 那會給予這個規劃方面的一個補助 那因為在109年這個大部分的有申請案件 只是說這個申請案件他們都沒有來提出這樣的一個補助的一個需求 所以這在執行上面是沒有播出去的 那好來聽起來立法目的非常清楚嘛 要幫助這一些包含都市的一些老舊建物的重建 它是一個獎勵鼓勵的措施 那你剛才有提到說民眾有來申請重建 可是沒有人去申請這個補助 請問一下是因為什麼原因 是因為資格不符嗎 還是 不會資格不符 這主要是這個針對這個申請的費用 它坦白說它額度比較少 它只有五萬塊 所以說大家針對這個部分 而且申請重建的部分 五萬塊對民眾也是錢耶 所以是不划算 去申請不划算還是 這部分我們會再加強宣導 我本來以為是沒有民眾來申請 那既然有民眾來申請 那為什麼我們有這樣的獎勵措施 沒有去協助他們完成這一些 因為為什麼特別提這個東西出來 就是 就是之前僑有的事情 那我對都市內 彰化縣內的一些老舊建物 我覺得這個加速他們更新 甚至有做一些 其實我們還有其他的補助措施 像是公寓大廈共用部分 即約定共用部分的 維護修善 費用補助 這部分就我所知好像也都沒有 很確實的有效的執行 這都是在幫助我們都市 這些老建物的一個更新 是跟議員報告這個部分 其實都是我們希望去宣導 透過民眾自主性的 來向我們來提案 針對這個公寓大廈這個部分 公用的部分 因為他必須有這個自酬款 他自己要負擔超過一半以上 這個部分 可是不管怎樣 他本來就要做的事情 獎勵都是一個 都是一個給一個紅蘿蔔 讓他鼓勵他又加速他的促成跟進行 我想問 你剛才講說為什麼 我還是想要瞭解 為什麼民眾沒有來申請獎勵 最主要還是在民眾 針對這個獎勵的一個補貼費用 額度比較少 所以這問題來了 我們設了一個法 而且這個法我看 他在第八條是講 施行五年內 從107年到5年 那就是112年 那都快快 他的一些獎勵措施 感覺快要到齊了 那我們修了一個這樣的法 要獎勵一些更新 可是 好像沒有辦法很有效的執行 為什麼沒有再去針對這個 這只是作業辦法 應該府內就可以修 為什麼沒有再去做一些檢討去改進 針對這個補助金額的部分 確實他的誘因是比較相對來講比較小 那這部分我們會再跟中央建議能夠放寬 我真的覺得蠻荒廟的一個額度 蠻荒廟的設立一個作業辦法 結果也沒人來申請 我們甚至我們的 來你剛才講宣導 我們怎麼宣導 我們宣導的部分 當然第一 除了透過鄉鎮公所 那我們也有自己召開說明會 邀集這些相關 不管是建築師或者是這個代書 他們針對這個土地的部分會比較敏感 我們針對他們來去做宣導 這有沒有去檢討 這在我眼中KPI就是零 這整件事情我真的覺得太詭異了 是不是應該要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應該要去思考 最主要可能還是在額度的問題 額度的問題 我們會再跟中央反映 這個額度真的是誘因太少 幾年了 去其他縣市也是針對這個 107年 或許你到這裡任內大概一年吧 那是不是這部分應該加速啊 112年的他一些獎勵措施就沒了 那這是不是到時候做辦法又要重新整理 是的 但我們希望能夠增加這個額度 來增加這兩項誘因 我們會再跟中央這邊來做建議 我希望會後給一個書面的資料 你們在短充長期要怎麼去做這個改善 還包含了在彰化的都市 都市內的一些老舊建物 像這樣僑友這樣的案子 你們從火災到現在 到底做了哪些盤查 這張化縣內 還有 還有一分鐘 那我請出場回答一下 邵友大樓發生後到現在 請問一下你有沒有列出重點的 老舊建物跟未來的因應措施 針對我們目前的針對僑友之後的一個檢討 第一個我們在全縣126棟11樓以上的公寓大廈 我們開始做全面性的公安複查 不管他之前有沒有什麼時候會完成 請問一下什麼時候會完成 目前這個申報的一個狀況是 就是因為這個整個126棟有分為有公寓大廈組織 以及沒有公寓大廈組織 什麼時候完成 那沒有公寓大廈組織的部分 因為我們必須跟這個所有全人 取得他的訪問 什麼時候完成 你給我一個期限嗎 什麼時候完成所有 你說126棟的整個複查 我們現在已經在進行中 我們會在兩個月內完成 兩個月內完成 好那我們等於是 大概定期會開 開始一個月左右就可以 有完成 那到時候也請 把這個 也同樣